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法歧视 我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时候政治正确是一回事 比方说咱们说怎么女的国家领导人就这么少 对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 就像过去有一种可能是偏见 就说女的理科不行 对吧 到底这是真的还是歧视 对吧 那么现在就说到这问题 台湾要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很有可能是俩女的 美国这个希拉里已经出来了 是吧 这个台湾 热闹了 热闹了 这个全世界完全有可能被你们统治 接下来的趋势 这全男的恐惧已经出来了 王老师这妇女之友 你的好日子到了 不是 是吗 不是 现在整个世界上 这个女的政治家 女的领导人 我看是越来越多 德国 默克尔 德国的默克尔很优秀 对 当然更早的话撒切尔夫人 对 然后这个什么李克强总理 到这个拉丁美洲去访问 出来的净事 女的 巴西的智力的 第一把手 都是女性 东南亚也不少 菲律宾 泰国 这个谁 这个 这个 朴槿惠女士 朴槿惠总统 朴总统 没错 朴总统 他的梦中情人 他的白马王尔是赵云 赵云赵子龙 所以这个 所以现在还独身 是吗 而且他还研究 这个冯友兰的哲学思想 他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所以封宗普 对这个朴槿惠总统 非常的感冒 他说是他最困难的时候 读了这个 他读这个冯友兰的哲学史 受到了教育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你就好比说啊 假如说女的能领导 但是对 但是为什么啊 常常男的都是有老婆的 但是你说像朴槿惠 就这个这个 对吧 包括咱们原来的无疑 对吧 包括这个洪秀柱 洪秀柱也一直 是单身 单身啊 那个叶什么他叫 哪国的啊 对对对 那个政敌啊 那个民进党的 蔡英文 蔡英文 这也是独身 也是独身啊 对呀 这很有意思 人家撒切尔不是独身 人家 撒切尔 人家名为正 正价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冰岛 还是哪的 一个女总理 是同性恋 人家有女友 对吧 好像也有这样的 但是这独身的 我觉得东方社会 比较明显一些 就是说他要 那印度的那英吉拉甘地 夫人人家也是正经 正经结婚的 正经婚嫁呀 他的先生是 是那个甘地 但是他这个独身也 我觉得文涛这问题 也也有意思 就是说他 是不是在这种 就是亚洲社会 就更 更男权 更 传统更深厚 咱们这么说吧 情况下 一个女人要想从政 我要当领袖 我就得必须证明 我像男人一样刚强 我没有这些太多的 比如说儿女情长 我后边还 我还得有一个 我还得听听我丈夫的 比如枕边话 或者什么的 他得证明 他一心 我那个朴槿惠的 好像那个就职竞选 宣言里边就有这类的话 就是说 我没有家 没有儿女 我没有我的家 我就是嫁给了韩国 所以我是会全心全意的 为这个国家服务的 那一个男领导人 也可以全心全意献给国家 但是也不耽误 他娶个老婆 男领导人当然有 胡志明啊 男人当然有这个 而且这些人呢 他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家庭 或者说甚至于是生活的处境 给他增加了光环 怎么说 当然 比如我们一提起胡志明来 这个越南人民对他的尊敬 包括对他 就是说 所以他的终身 献给了革命 全身全意 这个条件会总统 他是怎么说的 就是我和韩国结婚了 对 就是这么明确的摆出来的呀 那叫这意思 普京离婚是跟俄国结婚了 那他没有 那他是另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我想先打一个岔 有这么个词吗 比如我们说 Gentleman是这个绅士 Gentle画一横 然后Man是骂人的话 有这么个词吗 我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 这是中国人给他创造的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骂人的 说就是说是一个 无性别者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一个 一个Gentle 一横 Man 因为他把它两个分了 Gentle就是说温和的嘛 对 温柔的 Man 就温柔的男人 也许就有 我没听说过 这个也许是中国人给他编的 因为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是这个红秀入的出来 让人感觉到 就是台湾那边 那个中国国民党的 一些男的一些领导人 也都挺 也都挺体面 像马英九 那个朱立伦 都是要样有样 而且显得都很健透 都很文明 但是他就 不行 他退健透了 这个事 没有 这个政治 尤其是 尤其是华人的政治 中国人的政治 没有那个拼劲 没有那个狠劲 没有那个充劲 没有那种不计代价 不计牺牲 我先上去再说 红秀柱就是这样 所以外号叫辣椒 小辣椒 本来是觉得 这国民党基本上就颓了 好像是败军 我们怕看着都觉得都没戏 然后他们叫天王 就是党内的这些大佬 真正就选举有戏的 比如汪金平 吴敦义 还有这个朱立伦 但是他们都不去拿表 就是不愿意参选 不愿意参选 然后就这小辣椒 本来谁都没想到 他就觉得有什么戏 但是他赶出来 而且就是说 现在在国民党里 还有声音 就是说 真让他选 就是他能选 他能选得过民进党 于是国民党 现在内部还有一出什么 就是说 你得民调达到三成的支持 我们给你这资格 如果你没达到 这些大老天王 哪怕他们自己不拿表 是是 党派他们去 他们也得去 争招 所以现在超过了 这民调 算是40几 这女的 这女的 爆升到40几 超过蔡英文了 她自己弄个民调 她说 我来给你弄个民调 给你看看 我超过几成支持率 你看看这个 听说这个个子很矮的 一个小女生 你名无几 你看看他这个照片 红袖柱 说实在话 我以前都没听说过他 就是穿 你看穿裙子的 硬起来了 我听这种直男矮的语言 穿裙子的硬起来了 扎老师 你去台湾两个礼拜 有没有听说 跟他有关的事 我还真 因为不知道他 所以实际上可能在街上 看到了他的广告 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谁 因为我们是 在台北几天之后 就绕着台湾开车 转了一圈 肯定我觉得 应该是看到了他的宣传 但是当时没注意 回来突然他那个演讲 就是去赴这个 中常委 中常委的演讲 一下就爆红了 才知道 怎么蹦出来这么一个人 这个红袖柱才知道 而且这事情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也是 就是大陆这方面的 很多观望的 这个里面截然相反 对他们的评价 可能也许是投射了很多 大陆人的一种 一种观点吧 比如说是一个 反台独 再一个就是可能觉得 有的人认为 这个 也许他这个 这个红袖柱 后边是不是有一些大佬 他是前面是打手啊 就反正对他不以为然的 就很不以为然 还觉得他造作 另外一些人觉得他 太牛了 大实话 说的是最那个老百姓爱听的 但是呢 实际上不管怎么说 其实人家两边 你不管是台独 还反台独 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 民主的底盘 就说在这上面 我觉得其实他们 也不能说 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吧 都是要最后看民意 而且在台独不台独 的问题上 两边都是 都是要说维持现状 都只不过这边呢 可能跟要 更加把这个马英九 以来这个比较窝囊 说的不明确的 这些要跟大陆 扩大交往 什么包括这个经贸协议 什么这些 要名正言顺的 要开门 我现在我在台湾那 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呀 就是说 一搞民主啊 其实就有一个 面对老百姓的问题 一搞民主啊 其实就有一个 面对老百姓的问题 这个你跟老百姓说话呀 我就发现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咱们这个跟美国的 也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 你别说陈水扁 像当然陈水扁 最后是倒了 但是陈水扁当年 他讲话 这个村民们听着比较爽 你也他也是 他这种 就像你说这种泼辣 敢打敢拼 是吧 要干就干 他比那种老城持重啊 这个进退琢磨 对 这个洪小柱啊 我原来根本没有 怎么关心这个事 注意这个事 我其实呢 五月份也刚去过一趟台湾 台湾呢 我也有点体会 有点什么体会呢 就是这二十年来吧 这整个的十几年来吧 这个大陆跟台湾的 这个交往 这个成绩啊 不能够低谷 我说两个小花絮啊 因为我1993年 那是现在22年前 我去过一趟台湾 那时候就住在那个 圆山饭店 那时候圆山饭店啊 它那个青天白日满地 红的所谓国旗啊 它差了几十面 我都觉得就有点歇斯底里 没有全世界见不到 这么这么差国旗的 就因为他没有信心 他受的威胁太大 是不是啊 他觉得他这个国 是站不住 哎 结果我这次去五月份住那儿 我围着圆山饭店 我专门转了一圈 找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一面也没找到 说明他正常了 他心里正常了 这是第一个花絮 第二花絮还有个乐子 您这次去 没去金门吧 没有 金门当然是所谓统派啊 或者干什么更多一些 金门那儿啊 有一个叫毛泽东奶茶馆 挂着一个毛主席的一个大象 就他这个就有 然后下边的词啊 你实在是想不到 第一 欢迎两岸共治 他那给解决了 两岸你们谁来管都行 第二 我们不要 这个谈蓝绿 我们不要谈统毒 我们一块来喝奶茶吧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话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要 从政治正确不正确上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不就是要招兰官 招兵客 而且为什么他要挂毛泽东像呢 那么最大的一个人头的像呢 因为那是大陆的游客最多 金门你想想他没有多少人 是不是 他都是前线的将士 现在这些将士也用不着那么紧张了 相反的大陆游客 从那个厦门呢 坐上船 四十分钟 您到了 什么手续几乎都没有 我告诉您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iPhone6啊 这个就是这个壳啊 这我在金门买的 我就在那里上船的时候买的 这不是炮弹壳 炮弹壳坐的吗 不是炮弹壳 美国 美国员装 但是这个是 所以它那个 它是为了吸引大陆的游客 所以就整个 这是 这个可以说看 我别瞎分析啊 这个事也不宜于由我们来分析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是两岸的关系已经 非西比了 90年代已经不一样了 谁上台你也没法 没法变这个事 没错 可是这个洪秀柱 他说话 他说的这 这个 这个 他站的高 大陆的人也爱听 他有几句什么话呢 一个是民进党 是吧 你们宣扬民主 宣扬民主应该是为了感动大陆的人 而不是为了攻击大陆 他有一句话 我也觉得真是可以当警句了 就是这个意思 民主化的进程不应该变成绑架 对 与大陆十三亿人对抗 而是变成与大陆人增加感情的评级 我觉得 你看这个话也会讲的 会说不会说 这个站的高 他承认中华民族啊 他说中华民族几十年的撕裂 这个争斗 好像争奥 他用的原文我当然记不住了 这样一个历史 好容易现在结束了 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合作 共赢什么的历史 而民进党呢 偏偏他就不敢把这个承认这样一种状况 而民进党随时想把这个再拉回去 变成一个撕裂 这个攻击干什么的一个历史 这个话 这位先生这位女士 他厉害呀 这个话说的 真敢讲 他能说的这么尖锐 这么痛快 那么多gentleman 你都尖头不出来呀 而且他肯定会知道 他说出来以后 也会有那个民进党那面 会把他用他这话来打牌 而且我觉得我这次去台湾 就是说绕岛跟一些 比如说司机 是有街头的这种普通老百姓 聊一聊的时候 他们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政治光谱 也的确是从左到右 非常的多 每个人的见解 比如说有一个司机 他说我天天就开着中央台 我听了什么习习习习一路一带 什么 然后我说 习大大 台湾说整天说习大大 比大陆上 他在台北开车 台北开车听中央台 然后说 我说你对统独怎么看 中国吗 分九必和 肯定早晚 然后我一问 他是一个外省人的后代 他爸是当年国军修飞机的 他就很小在那 然后又 另一集呢 也有一个是后来 我说发现 的确我一查三代 是一个本地人的后代 这司机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马英九 把我们裁军裁到了 我忘了 他说数就降了很多 那你这个大陆一攻击 那我们难道就 就靠美国打吗 自己没军队怎么行 乱七八糟 就这种也有 但是大多数是中间的 都是他楼有仪 就是说民主也有好有坏 比如两党相斗 我们也修不成水库 你看这缺水 然后也有一些话 就是说的 嗨他们都是 也这个 他也 他其实是要民进党 其实他要台独 他也不敢说 这个美国民党 其实他要跟大陆统一 但是他也不敢说 就是红油柱这种 他就觉得 没有人说 敢说话都吞吞吐吐 我上次看一篇文章 写那个侯孝贤的 说侯孝贤这人脾气也特逗 有一次这个打低 在低市上就跟这个司机师傅 反正一蓝啊 绿啊 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完了之后就下车 两个人在路边打起来了 打了一架 打完了之后 各自上车 继续走 就是 其实 何小贤是捅了 是毒啊 我听这样的 不是 我听这样的故事 不止一个了 台湾人也挺有意思 他有时候能在低市车上 跟低市司机打起来 就是乘客跟低市司机 就因为谈这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感慨是什么呢 过去老说是吧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时事造英雄呢 我的理解 我老以为啊 就是这英雄 他赶上点了 因缘实惠 正好呢 把各种的这个 这个机遇 咱不想 要有机遇 没有放过这个机遇 可是从红球柱身上 我突然发现 时事造英雄 还有一种造法 就是什么呢 逼出这个英雄来了 没有英雄 没人了 谁都不出来 眼看就这个 堂堂国民党就这么完蛋了 就准备 不是说人家民进党 人家已经宣布了 说是蔡英文 还躺着都当选了 现在出来一穿 裙子得硬起来了 对 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没准啊 真跑出个黑马 红球柱来 不是 他从这个政治家 或者咱说政客 都没关系啊 因为都是politician 作为一个政客来说 红球柱已经大胜了 对 你想他现在什么地位了 对 跟这些大老门 拼起平过了 他这个拼这个选呢 对 是属于就是 输了他 他也胜 对 胜了他是奇迹 对 他双赢 他已经赢了 他已经赢了 对 因为民进党那儿 也不敢小看他 民进党说我们严阵一带 他怎么不说躺着了 相反 那你马上起来了 如果马上就继续选 或者朱立伦 或者这个王金平 他说不定 他敢说他躺着 现在红球柱这个势头一出来 一下子台湾没见过 他一下翻牌 没见过 他都叫什么 不是光是小辣椒爆炒 还有一个叫什么 那边是空心菜 空心菜 这边是石心柱 就是说 现在一对比之下 本来那边觉得 他话他说不清楚 他老不敢那么痛痛快快 而且觉得他太洋化了 是怎么出身也太高了 还是怎么 反正跟平民大众有距离 这个餐历 还来一个民粹 这边还挺会挑他刺的 说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我爸受了国民党 40年白色恐怖 对 他要做监狱 他爸不是因为言论 对 我是苦人家 我是被国民党 他是白色恐怖 我这次还特地去了台湾 台北外边有一个白色恐怖的 纪念公园 他们真的当年就是乱粉岗子那样 很多人就枪毙了 就乱埋在那山头上了 后来修了一个很像样的一个公园 这我另外一话题 近两天我比如看孙子兵法 还真是讲 叫以政治国呀 以旗用兵 你要是说老子老子 如果是朱立伦他们去选 其实这是正 你感觉都目前大事来说 确实没戏 但是这要是洪修柱啊 难说 难说 他是旗 而且这么一个女 其实是女性身份也有关系 他这个也厉害 他说一上来说 我第一件事 我和大陆 定立这个和平协定 对 这个对台湾人的吸引力 非常之大呀 没错 包括这个 我不是很了解啊 所以我也许这是他们一个 讨论已久的一个大事情 他说 有两张牌 这个民进党 一个什么神主牌 就是台独 第二个就是变核 他这核 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 我就说两个警句 前面是咱们引了一句 是吧 是用民主做平级 还是做对抗的工具 第二个 这反核 我觉得他讲 他说他们就把 说民进党 把这个反核的问题 从一个选择题 做成了一个对错题 哎 我觉得他也太会讲了 这个 就反核 实际上 它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他说 那核是有危险的 那么难道碳排放 就没有危险吗 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是 仔细考量 而且有先有后 不是 王老师 您这么多年的 这个行政经验 这会聊 会聊天的等于会领导 当然不是 当然不 当然不见得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呢 就是说他看问题 比别人站得更高 勇气也更足 这个政治啊 有时候需要有勇气 需要有这个拼的劲 是吧 您那个 您过于求稳了 您过于聪明了 我那么推测啊 咱们当然不了解 台湾的国民党那边 国民党那有些大佬呢 可能觉得现在对国民党非常不利 我参选的话 我丢这个人干什么呀 对 我劳而无功干什么呀 是不是啊 我还不如将来等的 一旦就是形势对我有利的时候 我出来干 而想逆潮流而动的 他没有 对 但是这个 那个都算太多了 红秀柱女士呢 他有这个 他可以逆着来 逆袭 现在叫逆袭 还真是 但我还是觉得文涛那问题也很好 就是说你 我们现在看到 他在 一下 一气冲天的时候 看到都是他的 光彩的这一面 比如说平民 也是一个天分的 对 但实际上 你想想 不见得平民 他就是说我就是 没有任何腐败的 但是实际上 就是平民上 以后也很可 也不见得说 他就不腐败 对吧 你成人脸也平民 成人脸就是啊 像草根 会聊的也不见得 就能主政 就执政就一定是强势 包括我们说 就说奥巴马 后来受到一些批评的时候 也会说 因为他太会讲了 当初 多么的雄变 我觉得现在 这民主选举 之后又开始 又对这个失望 说你会聊 但是你统治的时候 不够强势 那个当然还有很多 那东西我们无法 无法评论 但是反过来说呢 比如那些实际处理啊 实际处理的事 又有多种多样的因素 根本不完全是 由这个第一把手 或者是这个竞选成功的 这个人的个人品质 所决定 对 我觉得王老这意思 他主要还是说 敢打敢拼 就是说 这个中华民族 作为第一把手 你确实要敢打敢拼 对 像他你处理事好不好 还看你用什么人 还看你用什么专家 对 像您这说的叫什么 敢于失败 是吧 是 敢于竞争 敢于失败 敢于冒险 敢于冒险 要有冒险性啊 是不是 敢做敢当 就很多时候男人考虑问题啊 真的是感觉涛略很深啊 要把方方面面想的 你就变成犹豫不决了 嗯 那就像您呢 上次我们谈那个 什么就是 女性的时候 说是那个 由于他长得太漂亮 怕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干脆就不能收他 不录取他了 这样的人呢 他也许主持一个 大学的什么研究生教育 还是一个合格的好的教授 如果这样的人要竞选 这个国这个国家 这个地区就完了 为什么 他连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可能的 带来的小的问题 他都不敢去碰 都不敢用真正的好人 不敢承认好人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要他当 当的第一把手 不完蛋 那就全成了肩头 一行 没